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量早餐 很多信徒都说是配着早安佛光 然后吃早餐的 就是能量早餐 所以我们这个法师还跟我讲 说昨天的早安佛光因为满了一年了嘛 他说他是反复看了五次 觉得应该是很有感受 这样 那总是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那么另外也有我们沃泰华的小朋友 笑笑啊 乐乐啊 就写了生日卡片来 他用line寄托妈妈寄在我们的 沃泰华的这个佛光山的群里头 也是就谢谢我们有这个早安佛光的节目 而且小朋友也说在不同的这个 就是说每一集里头他看 然后有特别有些有几集 对于他是就是有启发感受很深 那我想有一点感觉好像那种 好像生日快乐那种祝福 所以很其实我都说很多人当然都会讲 早安佛光陪着大家 尤其在疫情这么困难 那其实有一种就是说 说摸石子过河 就是探索着因缘要过这一年 那其实真的是有一点茫然的 不知道往后如何 总要有一个有一个力量可以 就一个安心处这样 那早安佛光 因为每天每天这样 好像这个因缘忌讳 就扮演了这个角色 陪着大家 那也可以讲 我就昨天说 大家也是陪着我们一起走 因为这一年来 到底可作为不可作为 很难说 在表象上看 我有时候会觉得说 对于一个走在人生路上的人 所以这么长时间的这样的考验 真的看得出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力量 那力量从哪里来 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讲 你不管信仰哪一个宗教 那信仰是其中一个来源 那有的人就把他的这个 因为某一方面可能像以前那样 不能像以前那样发挥 可能是用在比如说在家里嘛 所以有些人的厨艺大为精进了 有的人的是原意 就非常的蓬勃发展了 那有些人就趁这个时候 过去要陪家人 或者说自己有兴趣 有的是要这个写书法啦 画画啦 这些 就是说以前不能的 现在能 那我听到有更多的 就是说 过去很想要多听闻佛法 但是因为家庭事业各方面忙 那这一年来呢 正好 就是好像补修学分这样 所以我看到 有信仰 特别在学佛的人 好像那种 那种欢喜 是我常常都是 收到很多人这样讲 那 昨天同时也收到 一份来自纽约的 这个转达的讯息 说我们有一位 这个佛光人 他其实很希望 他的家人 有姻缘也可以 或者学佛 或者皈依 但是几年下来 就 没有看到什么发展 但是说 我们在网络上 红法 他的家人 看了之后 泪流满面 然后说 他要求说 我一定要皈依 我一定要认识佛光山 这个讯息转到我这边 其实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当我在转述的时候 我到这里 我的心里都还是很激动 就是 我们都不知道 我曾经用一个形容 这还是方圆提醒我 他说 我曾经讲 说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就是我没有设定 设定一个 我说 我为什么要去做 也有很多困难 有的时候真的是 怎么讲 到了晚上要录影 要录第二天 一早要播的 早安佛光 其实 差不多叫筋疲力尽 但是一想到 跟大家见面 其实各位很难想象 这是什么感觉 有人说 好像 我是好像对着镜头前 对着您在讲 这样 对有一些人来讲 他会觉得说 对着镜头 我都不会讲话 我说我看不到镜头 当我在讲的时候 所有的大众 云云众生的影像 其实就 我不知道 这该怎么去形容它 在脑海里头 我对着空中的云云大众 在讲话 所以说很高兴 那么总之 我说不管 遇到什么困难 或者如何 总之 我觉得我们的早安佛光 就好像 我说这船走在海上 你看到有人在水里头 你这个绳索 你就是拼命一直抛出去 我当时讲 我说你抛出一百条的绳索 你都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用 有没有人去拉 我说 但其实不管 我们就只管 抛出这个绳索的动作 我就是只管 一直撒 一直撒 那有一个人拉住了 就值得了 这样 就有一个人就 拉上船来 那上了佛法的持航 我说 所有的一切 都是值得的 那我坦白告诉各位 就算没有人拉 但是呢 我一样要抛 因为我没有一定要如何 应该讲 我的着眼点 也不是在看 有没有人需要这个绳索 我是觉得 作为行菩萨道的我们 我们的本分 天职吧 还是怎么样 就是 有人辛苦 我总之我要抛出这个因缘 那至于结果如何 我其实是没有预设的 那总是就这样跟大家分享 谢谢 这么多 其实很多人回想 祝福生日快乐 这样 那也有人送的蛋糕 真的送来 真的好像在过早安佛光的 这个一周岁的生日 那其实我讲起来 今天话说师父 我就想着说 其实我们在空中弘法也好 说现在叫网络弘法也好 其实最早启发我们的 我们的启蒙老师 其实就是我们的师父 我们的师父从在大陆 然后到台湾 到台湾 人生地不熟不熟 他就是到了一个 好像外星球一样的 文化完全截然不同 语言也不通 那当时的时局那么困难 那当时的时局那么困难 真的叫百废戴心 然后师父想着要怎么样办教育 当然早期从生且教育 出家人的教育 然后到佛教徒 就是信徒的教育 师父在那个没有资源的 那个年代 怎么样都要把佛法教出去 然后讲这个空中弘法 我记得师父说 他最早终于有机会谈到 可以在最早早期的电视台 可以有一个节目 当然不能太有宗教色彩 所以叫做这个信心门 最早的甘露这些节目 但是第一次要在电视台 要去开拍这个节目的时候 临时就收到通知 说这个节目不能够制作 不能播出这样 师父就问为什么呢 好像政府法规有规定 说这个和尚不能上电视的 不能在电视上讲话 师父就说 那你那个拍戏里头 那个戏剧 连续剧里头 电影里头都有拍到出家人 有和尚 他得到的回答是什么呢 这电视台回复说 假和尚可以 真和尚不可以 那就是师父最早的那个年代 当然我讲这个更早 大概应该50年前的事情 但是往事 虽然叫往事 它就是一个过程 如果师父在早期遇到 人家跟他讲 这个电视台出家人不能去讲 我想有些人就说 那这样那就没办法 哈啰 包含师父说 这个大学 本来已经邀请师父要去大学 要去讲课 但是就要 这个要去讲课前 突然也是接到通知 说不可以 这个你是宗教人士 宗教不可以进校园 然后又被挡在门外 一般的人遇到这些事情 就会觉得不行就算了 反正我也有我的修行 我的功课要做 一般的人会是这样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师父 师父不但 后来不是只有三家电视台 那个叫做什么 台式中世华 是早期在台湾的电视台 三台师父还写下记录 就是三台同时播出 师父在讲经 在开示的这些节目 那当然师父 直接就办了 人间卫星电视台 人间卫视 再去创办 那另外说到大学去 师父不但后来 到大学去任教 还成为文化大学 印度研究所的所长 第一任 第一届 然后指导多少 做博士生 然后办了五所大学 我说就是说 最早如果有人说 这个你们出家人不行 不可以 一般的人就 就放弃 就算了 那就本本分分做出家人就好了 那如果是这样 佛教可以走到今天来吗 可以这样国际化 可以这样生活化 这样人间化吗 所以有时候 这是我觉得我们的早安佛光 因为我说过 我在空中弘法 其实启蒙老师 就我就是看着师父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就是这样 我真的没有当成 我在对录音机讲话 我对摄影机讲话 其实没有的 我在讲的时候 这个心中 脑中 就脑海中浮现的影像 就是很多很多人在 在 在 很高兴的 我现在 有人说我笑容可掘 对大家 其实我看到的大家 我心中的大家 也是晃晃晰晰的 在看着我们的早安佛光 那总是这样的一个红法的方式 一个这个解法源的方式 其实从师父来 那我说我们这样子做 其实真的要说学师父 那也只是学到 就站到一点点一点点的边而已 你看全台湾佛教界第一章的这个 那个叫做 我们叫唱片 就是那个黑色的那个圆的那个唱盘 最早出版佛教的 也是师父去做 然后师父在电台讲法也好 在电视各方面 那所以我们就继续学师父好了 师父说我们出家人要红法 那各位呢 如果你是在家菩萨 你要护法 其实你的留言也好 你帮我们点赞 你有些回想 跟我们分享等等 其实都是都是在护法 都是包含你的分享出去 都是让更多的人 得到那一根抛出去的绳索 这个真的 我觉得因缘很不可思议 我只能说很微妙 就是我们学着师父 看师父怎么走 怎么做 我们就跟着走 跟着做 但是竟然也可以 在这么无远伏寂的 一个网络世界里头 那么在困难的时候 然后认识到大家 那有更多的人 通过早安佛光 认识到人间佛教 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而且觉得这是一段 很奇妙的因缘 那在第二年的第一天 这个单元是话说师父 那就以师父的 在这个空中弘法的 这种方式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相信师父走在前面 我们永远都有一个 就是怎么讲 我们有个见闲时期 有一个典范在前 那不担心有什么困难 那就让我们继续再向前走了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